最初售给巴基斯坦的美式高技术武器,尤其是先进的F-16B-L-OCK-505R加战斗机,在出售的时候就已明确规定,这些美式战斗机将由美方人员监管。 重要零部间的维护修理,必须送回美国本土,以避免技术泄漏,所谓的可以通过巴基斯坦,获得F-16战斗机等美式武器相关秘密的说法,根本就是谣言。 此外,2001年反恐战争后,出售给巴基斯坦的美式高技术武器,包括F-16战斗机和H-1Z-15装直升机,都规定只能用于反恐战争,而不能针对印度。 这也是美国政府安抚印度的重要手段,但最近的印巴空战,很明显挑战了这一协议。 针对印度宣称那叫米格21BISLN击落巴基斯坦F-16的消息,美国方面第一时间确认没有任何巴基斯坦F-16损失,这并非是为F-16打广告。 事实上,F-16自诞生以来,已在实战中损失不少,而是美国方面对巴基斯坦F-16的严厉监管。 不过,印度方面已经展示了一枚AIM-120的残涵,这几乎是F-16参与空战的解证,没有任何证据显示。 而是,巴基斯坦空军的JF-17骁龙具被发射美式AIM-120主动中据弹的能力,落入印度境内的这枚AIM-120主动中据弹残癌,有明显的批号,根据批号查询,属于美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那一批,所谓的是属于,出售给某地区的批号,已被证实是谣言。 现在的问题,已经不是巴基斯坦是否有F-16被击落,而是其是否动用F-16违规参战,美国国务愿意宣布,将对巴基斯坦在AIM-8空战中,违规使用F-16进行调查,若是选违法协议将予以处罚。 从目前的证据看,巴基斯坦恐怕难逃一劫,这也证实了此前骁龙诱敌F-16是否的猜测。 目前,美巴关系早已不复得年紧密,事实上,在奥巴马政府后期,美国政府就已开始给美巴关系降温,指责巴基斯坦政府反恐不力。 波都其盟友地位,这让巴基斯坦无法继续以优惠价格,获得新型F-16战斗机,而即便是以超过一亿美元的单价继续购买,也面临印度在华盛顿的游说,阻挠巴基斯坦获得F-16战斗机。 此次调查后,恐怕不仅巴基斯坦将难以继续购买美式高技术武器,即便是现有F-16战斗机的维护,也会面临明配件短缺和技术支持的中断。 更别说升级了,从这方面看,印度虽然准失了一架米格21,却换来巴基斯坦F-16战斗的整体战斗力下降,印度反而转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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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